各位伊甸好朋友大家晚安 下班之後呢 在庭院裡面 吃完飯在庭院裡面呢 稍微先晃一下 突然間聞到一股非常香的味道 一聞就知道是柑橘類的花香 我們過來看一下 我們用手電筒呢 來做一個照明 你看這一棵 金橘花開的非常的漂亮 你看 哇 開的整棵樹都 金橘樹都滿滿的 很漂亮 而且好香啊 種一棵在庭院裡面 這個季節 萊花的季節 除了賞花之外 哇 花香也非常的非常的香啊 不比葉來香 不比葉來香差 很棒 這棵金橘呢 是老哥自己嫁接的 圓丁老哥自己嫁接的金橘 這個季節 來金橘剛剛好 再過不久 就金橘可以吃了 金橘怎麼吃呢 當然可以加一些檸檬 泡一些蜂蜜 剛好呢 我們家裡有幾罐蜂蜜 到時候拿來 泡那個 蜂蜜檸檬金橘茶 很不錯 這裡有幾顆 是已經前陣子開花 零星開花已經結果的 這麼大顆 在零星開花已經結果了 所以之後呢 這棵樹上面會有一些 果實大大小小果實 果實大小不一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個 架接的一個位置 好的 我們要到這一面過來呢 我們蹲下來看一下 架接的一個地方 哇 這個枝幹上面 滿滿都是花 有果 好香啊 蹲在這邊 好香啊 來看一下 這顆金橘呢 是採低接的方式 當初這個針木呢 很矮的時候 老哥就幫他做一個架接 架接點在這邊 而且這一顆架接 是用兩顆很細很細的一個 一個 接穗去接的 是用兩隻接穗 分別 分別兩邊 這邊一隻接穗 這邊一隻接穗 兩邊接穗一起接 所以有時候我在想 很多架接的方式 可以多多嘗試 像不同品種的 比如說 金橘啊 跟砂糖橘 一起架接 然後他到時候 融合在一起 我狀況不知道會怎樣 好 這個金橘酸 夠酸 但很香 好 來泡茶乾 剛剛好 非常不錯 夜晚呢 今天天氣還算不錯 夜晚呢 在庭院裡面 晃晃 聞到這一股香味 那迫不及待呢 分享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邊的一個枝乾 滿滿的花 很漂亮 晚上聞起來非常的香 很香 很香 又香又美 OK簡單的分享 祝各位有一個美好的夜晚 那大家吃完晚餐了嗎 如果還沒吃了 趕快去吃 我們下次見 拜拜